台湾佛教寺大名山之一 占地200公頃的雄偉佛寺 擁有120公尺高的街椅大佛 以862尊金佛像環繞 堪比國家收藏的佛教美術館 還有精緻的創意素食 高雄大樹佛光山本山 哈囉大家好我是肥貓 我們要去高雄大樹的佛光山本山 佛光山本山興建於民國56年 原本是私立海專學校預定地 因地主事業經營不散 轉賣給佛光山 經過50年的經營 佛光山已經成為將近200公頃的佛教聖地 即宗教、教育、藝術、觀光等功能於一身 佛光山所成立的國際佛光會 已經是一個跨越全球100個國家 擁有200所到場的世界級社團 佛光山除了佛源深厚 所在的風水也相當的好 龍脈由生鮮坑山 晚年而來 在大佛城處形成了青龍山 在大飛殿旁形成了白虎山 在新田社區後方則有暗山 山門前則設置放生池做為養人池 潔穴則在大雄寶殿 結構完整 攀稱為風水界的教科書 佛家講 日日是好日 處處是好地 然而佛源到了 自然會有好風水 佛光山滿香園餐廳附近 有免費的停車場 由台鐵鳳山站 搭祈福AV線公車 也是在這裡下車的 沿朝山步道走 就可以進到佛光山本山 之後可以沿中軸一路逛到大雄寶殿 我們來參拜的時候 天氣很好 天很難 有點小熱 還好停車場離山門只有300公尺 走路約4分鐘 進了山門 樹蔭多 有涼風吹就不會熱了 第一個山門 叫頭山門 上面的題字很有趣 聽說也是西名大師的書法 一旁的觀音放生池 除了用來放生 也做為佛光山的養龍池 中年出水 不會乾 放生池的對面 是不二門 是佛光山最早的山門 不二就是無事無事 生是死的開始 死也是生的開始 不二門也是通往成佛大道的起點 慢慢的沿著階梯十集而上 更能感受到他的雄偉 穿過了佛二門 是佛光山的林山聖境 這裡有一整排的筆集 數於五百尊羅漢 五百尊羅漢 是用白玉石雕刻而成 每尊形貌表情各異 希望能重現佛陀在林舊山上說法的聖境 慢慢的往前走 造型獨特的潮山會館 出現在眼前 潮山會館 外觀是中國與印度風格 內部是佛光山對外的客塔 提供信徒住宿 用餐時間 這裡也有提供自助餐 內部設施還算乾淨 住宿要先電話預約 穿過潮山會館 是一段長長的時階 走過了時階 就可以看到佛光山的大雄寶殿 大雄寶殿是佛光山的主殿 建地達1080坪 大殿高30公尺 宮廷市的建築 真的滿氣派的 大殿廣場長98公尺 寬52公尺 也有1500坪 可容納上萬人 佛光山的重要活動 都在這裡舉辦 墊前的匾盒 大雄寶殿四個字 是張大謙的末寶 大殿內供奉三寶佛 因為墊內進擊攝影 只能在墊外拍攝遠觀 由左至右 左邊供奉歐密陀佛 手持蓮花台 中間供奉釋迦摩尼佛 手結禪定印 右邊供奉藥師佛 手持摩尼珠 神態都相當莊嚴 大雄寶殿的後面 有佛園美術館 裡面有星雲大師的書法 還有媲美國家美術館的藝術收藏 收藏品有水彩畫 水墨畫 都是名家的作品 這裡也有佛教精品收藏版欄 入口處有星光佛道 利用鏡子反射 來展示佛道的神聖 展覽的主題 一段時間會更換 本次展覽的主題是 觀音的吉祥手印 手印是密教在修法時 雙手手指所結的各種姿勢 可以表示自身的內政 也是神力的來源 在千手經中 介紹了許多圓滿世間願望的手印 可以幫助實現願望 這裡的密教手印旁邊 還雕刻著千手千眼觀音經文 更顯得珍貴 介紹完了佛光山的中軸 中軸兩旁也有許多的景點 我們先去西邊的景點逛逛 要由大雄寶殿到佛光山西邊 首先要經過新寶橋 中式的回廊層層疊疊 相當美麗 新寶橋會跨越三層樓高的深谷 過了新寶橋是大碑殿 是佛光山的第一座佛殿 佛光山西面最推薦的景點 是處於佛光山最高處的浦賢殿 佛殿位於佛光山五山的最西邊 也是最高的佛殿 需要走一段上坡 這邊的景觀相當好 可以看到屏東的大五山與高平溪 佛賢殿供奉願大行廣的佛賢菩薩 佛賢殿供奉願大行廣的佛賢菩薩 於2016年後 內部重新整修過 裡面可工人打坐 氣氛營造的相當好 沿著山道往下走 可以到佛光山東山的大佛城 我們來訪的時候 很可惜寶藏館在整修 只好直接上東山看大佛 接引大佛啟用於西元1975年 至今已46年 原本很多佛像 已有風化般若的現象 佛光山於2019年 發起義工重修 修復佛像需要專業 佛光山放心給義工來做 主要是相信義工的專注修持 更能讓佛像充滿發心 果真 重修後的佛像在陽光下金光閃閃 有了義工辛苦灌注的佛心 才是佛主教導的真心 由夏而上的仰望皆以大佛 更能感受前人開山的辛苦 在佛陀紀念館開幕之後 大家都往紀念館過去 少了觀光客的佛光山本山 幽靜夏更顯得莊嚴 更讓人放下心中的塵霄 感受藍天與眉景帶來的沉浸 看完了壯觀的街影大佛 我們要回室裡面用餐 母餐選擇 觀音放生池前的滴水坊 佛光山成立的餐廳 都叫滴水坊 主要是取滴水之恩 永泉一爆的意思 放生池前的滴水坊 因為有放生池的關係 景觀很好 吹著冷氣 看著窗外的綠樹有景 感覺特別好 滴水坊的價位不能算便宜 不過也還算平價 我們點了圓滿餐與滴水餐 加了四道小菜 水果與麥茶是送的 這樣一桌是400人 圓滿餐是素排骨 素肉還蠻厚的 還行 滴水餐是素學儀 有鮮炸過 酥酥的 好吃 小菜素雞卷 QQ彈牙 好吃 也虧 小菜素豆皮 清香中帶點鹹 不錯 滴水坊整體還算好吃 算是推薦的餐廳 小頻道經營不容易 如果您喜歡本節目的話 請幫忙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